物流中心外观焦黑 大火发生了一天一夜后 消防人员上午还在处理残火 短短五天桃园实在不平静 行经高速公路杨梅路段 都看得到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赤子百亿打造的加勒福物流中心 去年九月才刚落成 还引进亚洲最先进的减货离货系统 十四号早上发生大火几乎全毁 消防队员花了将近六小时 才将火势扑灭 那这次起火的这个区域 大概是仓库后方的战板区 那至于起火的原因是 到底是人为的因素 或者其他的因素 那目前正在进行火场的清理跟调查 战板区怎么起火是烟蒂 还是有其他因素都还在理清中 而不止这里损失惨重 位在炉竹的美孚仓厨 闷烧了四天 十四号扑灭后持续残火处理 特殊又密闭坚固的建筑 加上楼高三十六公尺 抢救困难 同样损失惨重 就连本土剧一哥 陈昭荣也是受灾乎之一 经营的电商平台 旗下代理的产品 就正好放在这仓库 损失超过两千万元 人生总是会碰到这样 真的 而且我们在讲仓储有保险 但你要怎么去认定呢 我觉得那个官司还有得打 桃园连续几天发生大火 消防队员疲于奔命 就连新竹也派水库车支援 甚至调来大岗崖 而这几起火警事故 也让桃园天空灰蒙蒙一片 附近车辆上也都看得见 黑色的碎片掉落在上面 环保局也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 我们检测了邻近的环保署的空瓶监测站 整个大环境的一个空瓶监测 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所以请民众放心 还好这几起火警事故 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都因为花了长时间 才将火势扑灭 尽管有保险 但后续怎么理赔 以及详细的起火原因 都还要在调查理清 TVB的新闻 廖宗庆周永轩桃源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